有,笑傲江湖又来了 今天是1996年4月8号 今天一个重要的日子是国立交通大学的100周年的校庆 交通大学在台湾其实是一个伪组织,不是真的大学 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交通大学是在大陆 大陆的交通大学严格讲有四个单位 台湾只算是四个单位以外的第五个单位 所以100周年的交通大学的校庆 海家两岸其实也共同了举办 交通大学等于是跟台湾有一点点关系 在当年什么原因呢 当时清朝在1895年把台湾格仗给日本以后 当一年大家有一个反省的运动 就在中国北方成立一个北洋大学 然后在南方成立一个南洋公学 就是南洋大学后来呢就是交通大学的前身 交通大学里面出了很多的人才影响了近代的中国 今天呢 我特别请我的好朋友 孟觉子孟先生来谈谈一个交通大学出身的一个著名的人士 他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 我们看到现在江泽民 中共的江泽民也是交通大学出身的 可是呢比起我们要谈的这位交通大学的毕业生啊 还是不能比的啊 这个人呢 现在呢就请我的好朋友 孟觉子孟先生谈一谈 这个我们过去啊 在我办的这个万岁评论的杂志里面啊 我们最早啊谈过这个问题 谈到这个人 这个人呢直到最近中国时报呢 又重新谈出来 当然谈的不是我们在那个黑暗时代冰河时期 在那个恐怖底下的谈这个人的情况了 可是呢谈的并不好 所以呢 今天呢我特别请孟觉子先生出来啊 再谈一谈这个人 这个人是谁啊 请大家这个就现在看一看 今天我要谈的这位人是位科学家 叫做钱学生 12年前就是1984年4月8号 大陆上发射了一个同步卫星 送到把同步卫星送到三万六千公里上空 跟地球定点同步旋转 那个火箭的力量 就是洲际飞弹的火箭力量 这个火箭是谁发明出来的 发明是牢早有人发明 但是大陆上主持火箭研究工作的人 就是钱学生 礼拜六 中国时报第九版 有一篇很长的文章 文字将近五千字 是中国时报 驻华盛顿特派员 傅建宗先生写的 傅建宗是私范大学英语系毕业的 英文很好 在美国多年 对美国的事情很熟悉 所以我常常看他的专栏 我也从他的专栏得到一些 对美国的某些方面的了解 可是傅先生有一个问题所在 就是说他不懂政治 可是他要偏偏在文章里 常常谈政治 所以礼拜六这篇文章 他是谈钱学生 可是牵涉到政治的问题的时候 他又谈错了 以傅先生在美国那么多年的情况 他有很多机会可以找到很多资料 结果他谈钱学生这个资料 我觉得还比不上我和李敖 在12年前198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找资料很不容易 还不如那个时候我写的重点 能够写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我看着这篇文章 我不能不说几句话 傅先生最大的一个问题 他批评前学生 他说前学生不应该反美 既然前学生回到大陆去 主持大陆的飞弹计划 火箭计划 那么美国是经常用原子弹 核子弹来威胁大陆的 那么前学生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 他能够不把美国当作一个 他所讨厌的对象吗 这是很自然的 就是说每个人他要站在自己的国家利益的立场 来对待外国人 他不可能人在大陆来崇拜美国 喜欢美国 帮忙美国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前学生他本来是准备在美国继续研究火箭的问题 可是在1950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两件事情 因为1949年的时候 毛泽东革命成功 大陆被共产党拿下来了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美国所支持的国民党逃到台湾来 这个时候美国生气了 美国生气 讨厌中共 也连带的 不希望中共成为强国 所以这个时候 美国发生一个事情 就是恐共振 好像全世界都是共产党了 把美国包围起来 这个恐共振 相当于当年台湾的白色恐怖 所以美国到处找 哪个是共产党 哪个是共产党 首先 非白族人很倒霉 前学生 因为是中国人 又是美国 在美国接触高科技 国防工作的 所以前学生也被美国特务所调查 调查的第一步 就是把他的安全许可证 吊销掉 吊销安全许可证 就是意思 就是不准他以后再接触 国防科技的知识跟工作 这个对他是个侮辱 第二 有一天 他跟一个朋友 到电影院去看电影 刚刚一坐下 旁边有一个白总人坐在那里 白总人马上把电影院的服务生叫过来 大声地告诉他 替我换一个位置 我不通 有色人种 不通黄总人坐在旁边 所以前学生大怒 不看电影立刻就起来了 这两件事情给他刺激太大了 他就决定回到自己中国人的地方 回到大陆去 回去之前 他到华盛顿去看他的老朋友 海军部次长 金波尔 他把整个他所受的遭遇 告诉金波尔 金波尔问他 你怎么打算 他说我只好离开你们白总人的美国了 我回去 他说你回哪里去 我当然回到我自己的家乡去 回到中国大陆 说完了话 他就告辞了 金波尔是民主党的 民主党的一个官 他是自由主义者 可是在对待这件事情上 他不是自由主义者了 他是标准的美国的官员 站在美国立场来处理事情 前学生离开他办公室之后 他马上打电话 给移民局 给FBI 就是联邦调查局 所以前学生离开华盛顿坐飞机 到了洛杉矶的时候 半夜 机场上已经有移民局 跟联邦调查局的特务在等着他 那是8月23号 给他一个通知 你不能离开美国 从那一天开始 他就被捕 被审问 被割绝 不过 因为他是在加州理工学院教书 是有名的教授 在美国 他也是顶尖的科学家 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 他对美国有很多贡献 所以 加州理工学院的人 就联合起来 要拯救他 最后达成一个折中办法 不关他 但是也不准他离开美国 只准在加州大学 教跟科学没有关系的科目 教应用数学 从此以后 不准他接触 最新的科学知识 更不准他 接触美国果房的科技知识 等于是 在他身旁边画一个隔离圈 任何有关的资料 不准给他看 只准他教应用数学 所以这个就是 前学生在美国 得到的一个不平等 而且侮辱性的一个遭遇 前学生 后来 在被美国冷冻了六年以后 在1955年 五年 是 回到了中国大陆 美国人以为他学的东西 都忘光了 或者过期了 殊不知 回到了中国大陆以后 就在毛泽东 周恩来的支持下 由聂荣臻将军 读导 他们就开始 给中国设计出来 这个飞弹 所以继续你再讲 设计飞弹 这个飞弹系统的领导人 是科学家是前三强 这个 火箭系统领导的科学家 就是前学生 前学生 什么原因才能回到大陆呢 在1955年7月 美国跟大陆达成一个协定 要开始大使级的会谈 开始的时候 就是8月1号 在日内瓦 这个大使的会谈 主要的目的 就是在美国跟大陆之间 建立的一道热线 遇到紧急状况的话 双方可以沟通 避免发生战争 美国不希望跟大陆打仗 可是那一次 第一次会谈 具体达成的协议 就是互相交换人员 美国是要求大陆立刻释放 被大陆打下来的飞行员 11个人 大陆指定只要求 你美国放一个人 放前学生 我只要这个人 所以为了提早让前学生回来 8月1号开始大使级 正式会谈之前 在7月31号 大陆先马上释放 11个飞行员 这11个飞行员 在8月4号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 当然是就是 因为那个时候 香港是英国人的地盘 英国跟美国非常好 到了香港 等于是就到了 美国的掌握之中了 美国相信了 确实是放了 所以第二天 5号 8月5号 美国正式通知前学生 你可以离开美国了 当初前学生 在1950年 要离开美国的时候 他是带着自己的行李 因为他在美国 那么多年 他自己个人的笔记 个人收集的书籍 美国通通给他募收了 认为这些会帮忙 他继续发展科学知识 把他冷冻5年 在美国的立场来讲 在美国的标准来讲 你离开这个 最新的科学 已经有5年了 你已经落伍了 你再赶 永远赶不上了 可是前学生 在9月17号 离开美国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没有关系 5年你不给我 看任何科学资料 我这里自己会发展 他10月 他是坐船 坐克里夫兰 克里夫兰总统号的船 到香港 10月到香港 10月初到香港 然后坐火车 到罗夫 到深圳 走过那个罗夫桥 罗夫桥 那是交界线 桥那边 有一个代表团 在欢迎他 这个代表团 附近中根本不了解 那是隆重的 一个代表团 代表中国科学院 代表团团长 是一个数学天才 华罗根 他一回到大陆之后 第二年 他要多少钱 中央就给他多少钱 大陆 大陆那时候 一穷二百 可是在那么穷困之下 你要发展火箭 你需要多少钱 我们就给你多少钱 所以火箭 就是在这种情况 发展出来的 火箭发展出来 后来在1970年 4月24号 就发展了第一颗的人造卫星 我特别找了图片 给大家看看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放出来的第一颗 人造卫星 当时美国人做梦又想不到 他们会在这么短的时间 能够发展出来 这个人造卫星 那个卫星 以后呢 演变成直接的工业 最后到现在 为非弹 今天能够打到台湾来的 这个非弹 基本上 我们追本溯源 跟这个全学生 有直接的关系 也跟这个美国人 不公道的 对待了全学生 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 再回到福建宗这篇文章 福建宗 他在结论里头 他就把 全学生对自己 中国的这种热爱 而对美国这种敌视 他大加批评 这个是一种 福建宗说错了 因为 福建宗在台湾长大的 在美国那么多年 很可能 他已经没有这个民主自尊心 中国黄皮肤 黄主任的自尊心 他觉得好像 一切都要 以美国的标准来标准 这是他这篇文章上 最大的一个败笔 上一次 辽先生 谈那个 许泽云的弟弟 许义云 回来当原子能委员会的 主任委员的时候 我就打电话给他 那个许义云 那个时候是有美国国籍 在美国要退休了 可以提早退休 赶快回来抢这个位置 大家就说 你有美国国籍 他就说一句话 只要你们把这个位置给我 我立刻就放弃美国国籍 这个是什么话 那么目前在台湾 很多科学界工作的人 他都是年轻的时候 把青春献给美国人 等到老了 退休了 美国人不要了 再回到台湾来 抢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就是台湾 目前一个很严重的现象 有很多这个在科技界 地位很高的 都是在这边得了 这边答应给他个高位置的时候 他才在美国提早退休回来 那么这个跟前学生 这个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前学生那个时候 不但是他还有一大笔 都是千辛万苦 回到大陆去贡献力量 不止前学生一个人 那个时候美国是阻挡 不让那些留学生回去 还要抓他们 他们都要回去 跟从美国回到台湾的不一样 这两年回来不少 但是都是因为美国的经济衰退了 在美国假蹦 赚钱不方便了 那么才回来 根本没有民主自尊心 也没有报国心 所以附建中用这个 自己崇拜美国的心情 来批评这个前学生 这个是一大败笔 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的 今天台湾的知识分子 最需要的就是我们黄面孔 人的自尊心 要分清楚 美国 英国 法国 他们是白种人 他们在处理国籍问题的时候 他们有严重的种族优越感 白种人想独霸天下 这一点我们要分清楚 不能自作多情 把自己当作是白种人的一部分 关于这一个 前学生这一部分 我们就是主要的是根据中国时报 这篇文章报道 这是这个前学生的照片 就是我们 我跟这个孟觉子先生 我们就主要的批评这篇文章 他的这个立场上的这个问题 当然他里面也谈到一些事实 有些部分呢 是很 也是正确的 有些部分是有问题的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现在我们谈到了 现在民进党的一个说法 说是过去我们喊 整天喊 这个反共抗俄 杀猪拔毛 反共大陆 共产党都不打我们 难道现在会打我们吗 可是在你喊 这个反共抗俄 杀猪拔毛 这个时候啊 共产党有两个情况啊 无法打你 第一个啊 他跟苏联的关系没有搞好 跟苏联的关系很紧张 所以呢 他有后顾之忧 他不敢轻举妄动 现在呢 他不发生跟苏联的 这个关系的紧张关系了 所以他有充足的力量 可以集中起来 集中在东南海岸 他的他的力量 第二个 过去金门炮弹也好 或者什么这个 谢谢大家